都说天火的实力不亚于领袖 那么你们知道全盛时期的他究竟有多强吗 早在数百万年前的赛博坦时 天火就已经是霸天狐狸的二把手 其地位仅次于领袖威震天 他统领着最精锐的空军战士 当红蜘蛛妄图挑战其地位时 天火仅仅一剑就斩断其右笔 这种不怒自威的性格就连威震天都要忌惮三分 毕竟他可是一人就能碾压红蜘蛛飞行小队的强者 而到了地球之后 天火开始效力于十三元祖之一的震天尊 也就是堕落金刚 但在见识到其残忍无情后 向往和平的天火最终弃暗投影 转而加入到汽车人阵营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退役的飞业战士 作为曾经的传奇战士 天火还掌握着空间的奥魔 他与震天尊一样拥有着穿梭式空的能力 即使是壮世牧名 天火也能单必轻松开启空间跳跃 由此也不难看出其巅峰石器的战略 而他的能量核心更是远超一般的变形金刚 第二中当秦天柱被堕落金刚一把 抢走领袖魔快之后 眼看太阳即将毁 天火一把就掏出自己的火种源 并告诉秦天柱他将获得前所未有力 这种力量远非一加一等于二 获得天火套装的秦天柱可谓纵风无敌 一人轻松猎杀两大超级领袖 这也侧面反映出天火核心能源的强大 因此我大胆猜测 巅峰天火的实力应该是在领袖秦天柱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